台灣情人節的商機高達129億元 不過一年就有三個情人節也讓超商 現在是把腦筋從最基本的巧克力折扣 動到開賣高單價的情人節餐券還有住宿券 而且呢還連動到了手機app 讓民眾動動手指頭就可以搞定 不過手沒停過 這是因為七夕情人節下週就要登場 超商除了寄出硬頂巧克力又會下沙 甚至還搬出大型卡通娃娃應戰 只是情人節一年就要過三次 不來點心梗 怎麼可以 故事只賣樂園券或是住宿券的iPhone 今年還特別配合情人節推出像這樣子的美食餐券 可供選擇 看準不少情侶搶在最後一刻訂餐廳 煩惱客滿問題 7-11乾脆手賣情人節餐券 還連接app動動手指就能搞定 一博二十住宿券下沙超過五成 不必再為了設計驚喜傷透腦筋 工作繁忙的上班族最買單 有些人真的是沒有空抽出時間 真的只能跑到就近的便利商店去購買一些 就是他要的餐券 會從上面做選擇啊 為什麼 就是方便啊 各家超商大幅增加巧克力品項 OK超商推超低折扣 第二件六折 甚至買一送一優惠 萊爾富則打出50款巧克力大賞 運金就能帶動七系檔期 巧克力品項成長 超過三成 應景吧 大部分是應景啊 對啊 超商隨手就拿了 對啊這樣比較快啊 餐券 住宿券 今年的超商販售比例大大增加 OK超商還加碼 聯合多家摩鐵祭出4.6折起 就能讓民眾在情人節浪漫過一晚 搶公情人節129億商機 超商開賣單價偏高的餐券住宿券 來勢兇兇 主公甜蜜商機 有電TV 蔡宗如 李佩軒 台北報導